好 看完了生死短语之后 我们下面来看看26课的课文 首先呢 咱们把课文题目再看一看 Lesson 26 Wanted a Lars Biskutin 这个wanted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wanted在这儿是成品或者是求购的意思 这个一般在广告里面用的特别多 成品某个植物或者是求购某种东西 这个人 这个植物 这个东西是被需要的 所以用want过去分词来用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wanted wanted 就是成品或者求购 在本文中呢 就是争购求购 我们想要一个特别大号的饼干桶 为什么现在这饼干个儿太大了 一般的装不下 那表示成品呢 总在这个报纸的招聘广告里面用的也特别多 咱们有一个小的短语叫have wanted section 就是报纸上的招聘启示专栏 这个section咱们可能在第五课里提过 大家还记得就是表示报纸的某个专栏 某个板块 have wanted section就是成品 就是招聘启示 我们需要一些帮忙的人到公司来做帮手 就是这个招聘启示专栏 我们再读一下这段语 have wanted section wanted 读快之后呢 中间字母T会濁化一下 最后的D右脉就wanted wanted 这么一个声音 再来面 have wanted section have wanted section 就这个报纸上的招聘广告 这个专栏 我们通过一道托福听力真题 再听听看 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 我们先仔细听一遍 好 再来一遍 我们看看应该选哪一个 what can be assumed about the man what can be assumed about the man 关于这个男人 我们可以推测出什么来呢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诶 正确答案是不是应该选D吧 he is interested in finding a job 他对找到一个工作呢 比较感兴趣 为什么呢 他现在在报上看这个招聘广告专栏 要找工作啊 我们看原文 他是怎么说的 Question number 31 Since when do you read the Sunday Times? Since I discovered his big help wanted section What can be assumed about the man? 你看 这两个人对话的一个女的说 Since when do you read the Sunday Times? 自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开始读Sunday Times这份报纸了呢 Sunday Times 这是一份报纸或者杂志的名字 第二个男的说 Since I discovered his big help wanted section 自从我发现 这个报上有一个非常大型的 这么一个招聘广告专栏 他为什么读这报纸 因为我喜欢看招聘广告 Now what can be assumed about the man? 关于这个男人 我们能够推测出什么来呢 推测出他要找工作呗 选D He is interested in finding a job 他对找工作比较感兴趣 这是wanted 有这个意思 承聘或者求购注意 在广告里面签的特别多 那么同样的 除了在广告中承聘求购之外 wanted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就是表示通缉某人 这个逃犯是遭到通缉的 也用它 这个注意不要搞火了 咱们看一个 什么一个路边的启示 你看 就是在路边 有一个上面有个字叫wanted 这个是被通缉的 Dead or Alive 死活都行 那后面说呢 reward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reward 在第15课 我们这个五十辨识的麻烦 就讲过 reward 就是酬金 酬劳金 做这个动词 就是酬劳酬谢的意思 酬金五万美元 就是wanted 通缉的意思 咱们再看一个句子 The fugitive is wanted by the police Fugitive是逃犯了 这个逃犯 竟正在受到警方的通缉 be wanted by 被某个气候在通缉 就好了 好 我们再把这逃犯这词 跟老师读一遍 Fugitive Fugitive 这个 哈利森福特 主演过一个大片叫做 亡命天涯 它的名字就是fugitive 就是逃犯 这个词 好 这是把题目 里面这个wanted 把它看看清楚 是怎么一个事情 第一句话 上来先说 No one can avoid being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 没有人能够避免受到广告 这个东西的影响 这个影响 这个influence在这儿 是当一个动词来用的 我们看它避免受到影响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重要的动词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这个字母 V也是上压处下唇 慢慢来 avoid avoid 而不要读avoid 再来面 avoid 好 这个避免或者躲避 那本文中这个搭配里面 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这个 这个躲避这个词的搭配 本来是avoid doing something 避免做梦事 后面加动名词 其实呢 本来后面 一般是加名词做兵语的 比如avoid somebody like the plague 躲某人像躲瘟疫一样 也是躲避 逃避 这个plague 这个词表示可怕的疾病 什么鼠疫啊 这种瘟疫 躲某人好像躲瘟疫以外 本来是名词做兵语 如果是动作呢 避免做某事 avoid doing something 直接用动名词 当兵语就好了 咱们看一些例子 你想本文中说 没有人能够受到 广告宣传的影响 注意influence 在这当极无动词来用 no one can avoid 被影响到 being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 就好了 我们造几个例子 造几个句子 看这句话 没有人可以避免 受到社会的影响 怎么说呢 带军去呗 no one can avoid 被影响吧 being influenced by society no one can avoid being influenced by society 没有人可以避免 受到社会的影响 没问题 可以这么用 咱们不一定是受影响了 咱们换一个动词 换一换练书了 没人可以避免 受到金钱的引诱 我们生活在社会上 每天跟钱打交道 但是我们不一定做错事 但不是我的影响 恐怕是很难了 这个影响诱惑 咱们以前在第九课 讲过一个动词叫tempt t-e-m-p-t tempt 对吧 带进去呢 被诱惑呗 no one can avoid being tempted by money 再来一遍 no one can avoid being tempted by money 没有人可以避免受到金钱的引诱 但是这是被动 不一定是被动啊 avoid后面加主动 也当然可以 比如说看一句话 没有人可以避免犯错 犯错 这是主动的 就make mistakes 带进去呢 no one can avoid making mistakes 没有人能够避免犯错误 你看avoid后面 用do it 这个搭配就好了 这是第一句话 记住avoid 这个后面动词 要用动词的名词形式 done或者being done 那本文中的说 没有人能够避免受到广告影响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广告宣传的影响 言下之意呢 是不是相当于 everyone is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s 每一个人都受到了广告得影响 是这样一句话吧 但是你这么说的话 就不如本文中语气这么强烈 为什么呢 在本文中 no one can avoid 这个地方并显又是个双重否定结构 咱们在第九课说过双重否定 no one有个否定 avoid 避免做模式又是否定 两个否定放在一块 其实一般来说是加强了肯定的语气 所以本文中把它变成 no one can avoid being influenced by advertisements 没有人可以避免受到广告的影响 这个比第一句话 语气就更重一些 双重否定可以加强这个肯定的语气 我们多做几个例子练习 咱们看能不能把它练熟了 比如说我们先说 everyone admits that 每一个人都承认 每一个人都承认加强语气怎么说 就是没有人能够否认 没有人是否定 否认也是否定 放在一块大家都得承认 no one can deny that 没有人可以否认某个事情 对吧可以 再来一个 everyone is attracted by 每一个人都被什么什么所吸引了 比如说每一个人都被那女孩所吸引了 everyone is attracted by that beautiful girl 被那个女孩子美丽的女孩吸引了 那么用这个大飞用双重否定怎么说 每一个人都被她吸引了 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抵制她的诱惑 抵制诱惑不受吸引 动词可以用resist 是不是可以说 no one can resist something no one can resist her 没有一个人能抵制她的这个诱惑 她的魅力 no one can resist 就被第一个 everyone is attracted by 这个语气要重一些 这是我们又次复习的重要知识 就是双重否定 来加强肯定性的语气 本文中就说了 广告的力量 无 这个非常强大 广告的触角 无所不在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广告 它的影响 那么第二句就说了 为什么呢 他说 much as we may pride our taste pride ourself on a good taste we are no longer free to choose the things we want for advertising exerted a subtle influence honest 就等于把第一句话展开 来解释一遍 这句话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整个句子摆在这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逗号之前的 这个黄颜色的成分 明显是一个让步状欲从具 尽管我们对我们自己的 良好的判断力 觉得非常的较自豪 我们是很有判断力的 我们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这个much as放在这 是一个咱们在让步状欲从具中 常见的一种强调式的结构 这个具体结构的讲解 咱们一会会展开来说明 在这先记住 它是个让步状欲从具 然后后面两个道号之间的白颜色 是句子的主句 主干结构 no longer是不在了 我们不再能够be free to do自由的 自由的选择 我们自己想的东西了 the things we want 其实严格来说 这个we want 也是一个小小的定义从具 来修饰前面那个things we want 相当于which we want 特别短 但它其实也是个定义了 修饰前面那个things 然后呢 在逗号之后的for 一直到句末 这个画横线的 这个黄色的成分 这个协定字 明显是一个原因状欲从具 因为广告宣传 对我们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注意第一句话中那个advertisement 广告是可数名词 但记住广告宣传 这个字就不可数了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广告宣传是不可数的 对我们施加exert 我们跟安大菲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这是我们看这个 大致的 这个主干的 这个成分的分析 这句话里细节特别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看一看 pride ourselves on 这个动词端语的复习 pride oneself on 表示对某个东西很自豪 这个由后面的加反身代词 如果是 you should pride yourself on your work 你应该对你的工作感到很自豪 那后面跟yourself 分分钟是我们呢 就把后面那个 oneself换成ourself就好了 相应的反身代词做个变化 可以用它的形式形式 它的名词形式 take pride in 把pride由动词变成名词 还有刚才次公主讲过的形式形式 be proud of 这个都可以 都是对什么骄傲 只不过这个be proud of 这个词呢 相对比较通俗一些 前面两个表达 稍微正式一些吧 本文中是对我们的 良好的判断力 尽管我们感到很自豪 这个尽管怎么翻译出来的呢 就是巨手这个much as这个结构 我们判断是让步壮与从俱中 只不过它是个强调句 本文中相当于这么一个句型 相当于 although we may much pride ourselves on our good taste 尽管我们对自己良好的判断力 觉得很自豪 这个如果这么写的话 大家相信都认识了 对吧 但是我们这里 它强调了让步壮与从俱中的某一个字 强调哪个字呢 在本文中很明显强调这个负词much 尽管我们对自己良好的判断力 觉得非常的自豪 非常自豪 强调这个负词much 怎么强调呢 在让步壮与从俱中 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被强调的这个词 放到从俱的句首 而且一般这个从俱的句首 就是整个句子句首 为什么呢 因为句首是个关键性的位置 李老师以前说过 一个英语句子 一个是句首重要 一个是句尾重要 对吧 所以把它放到句首 是突出这个词的重要性 然后放到句首之后 还不算完 这样一下连词就死了 原来在这 连词在这 他到句首之后 把连词取代了 连词没有了 然后呢 被强调的词后面 还得加一个s 就跟那个大明星来了之后 还带一个秘书 带一个保镖一样 后面还加的s 其他的词顺序 把它排到后面就好了 你看把much放到句首 后面加个s 其他的顺序排好对 就成了这么一个结构 much放到句首 although没了 后面加个s 后面顺序超越来 we may pride ourselves on a great taste 你看 这个结构非常好变 被强的词放到句首 后面加s 其他词顺序排好对 就好了 这是强调副词 非常的自豪 是这么来用 咱们再换一句话 来练一练 看这句话 完整的句子 although I much admire Newton as a scientist as其他词顺序排好对 该怎么说 much as I admire Newton as a scientist I don't like him as a man 你看到了吗 就是把much放到句首 although没了 后面加个s 其他的 I admire Newton as a scientist 超到后面 按顺序排好对 就好了 注意 这个地方强调的是 让步状语层句中 这个修饰 未动词的这个副词 但是我们不一定 修饰副词啊 我们也可以修饰 其他的词词 比如修饰形容词 你像本文中 我们把本句中间 变一变 本文中用的是 pride oneself on 我们说了 可以用be proud of 我们试试看 那么如果用be proud of 那么我们这个正规的 让步状语层句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although we may be proud of a good taste 尽管我们对自己 良好的poundary 可能觉得自豪 这个自豪用的是 be proud of 这个结构 那我想强调一下 形容词pride 尽管我们很自豪 很自豪 中文中呢 就没法用这种 特殊的强调句 因为中文中的句型 相对英语来说 可能单调一些 只能说尽管我们很自豪 很自豪 声音大 为什么中国人爱听评书呢 评书一声音大 声音小 语速快慢 能抓住重点 但英语中呢 没有评书这么一说 他们通过文字就可以表达 把这个proud的形容词 同样放在句手 因为你强调那个词 把那个词放在句手 后面一样是加个s 其他词顺序排好队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proud放在句手 连词没了 后面加s 后面再跟上 we may be of a good taste 你看变成这个结构 proud as we may be of our good taste 看到了吗 proud放在句手 后面是s 后面一二三四五六 把它排好队 排到后面去 这句子就成形了 这强调的是形容词 咱们再做个练习试试试看 看这句话 although she is beautiful I still don't like her 尽管这个女孩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她 那么这个让步状语 从此中只能强调beautiful 我不可能强调she 尽管这是个女的孩 这个孩是女的 我不可能强调这个 我可能强调她漂亮 尽管她很漂亮 在中文中就不好说 我们还得听评书 为什么呢 还得中读 尽管她很漂亮 她很漂亮 在英语中不用用喷口 直接把这个beautiful 放在句手 后面加一个s 其他的这个超到后面 该怎么说 beautiful as she is I still don't like her 句子也更简洁了 beautiful as she is I still don't like her 也是让步状语从句 以后咱们在阅读真题中 见到类似这种结构 我们知道 它是让步状语从句 就好了 但是这个强调的是 副词和形容词 如果强调的词形变化一下 可能就会有些难度了 你看在强调 动词和名词的时候 该怎么变 比如说我们强调位于动词 先看一个普通 although引导的句子 although he tries he never seems able to do the work beautifully 尽管他努力了 但是他似乎啊 从也不能够把工作 很漂亮的完成 尽管他努力的 although he tries 这句话中只能强调这个try了 那么强调这个位于动词 tries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我们把这个动词的原形形式 放在句手 把动词的原形 而不是它的tries 也就是try动词原形 放在句手 后面依然要加一个s 其他词顺序抄下去 但是在原来动词的位置 我们用助动词来代替就好了 因为这个try都出现过 不能再次tries了 位于还不能空着 加上助动词就好了 怎么变呢 非常简单 try as he does he never seem to do the work beautifully try注意原形放在句手 后面加s 原来位动词位置 用助动词代替 tries 第三词单词当然does 就好了 try as he does he never seem to do the work beautifully 就好了 我们记这个语法点 还不如把这句子背下来 这个句子背下来之后 相信大家 这个动词的强调也会用了 咱们再看强调名词 强调名词也略微有点麻烦 比如说看这句话 although he's a child he can make a living he can make a living 尽管他是个孩子 但是他已经能谋生了 我们强调哪个词呢 强调这个孩子 我说尽管他还是个孩子啊 他还是个孩子 强调他 怎么办呢 好 把这词放在句手 但注意 名词前的贯词 是必须要去掉的 甭管是a an 还是the 直接把名词放在句手 前面是不带贯词的 后面还是加s 其他词顺序排好对就好了 该怎么说呢 child as he is he can make a living 尽管他还是个孩子 但是他已经能够谋生了 注意child放在句手 后面加s 再顺序排好对就好了 这是我们看到 在让步状语从中 特殊的一种强调 那么有人把它看作是道庄 其实这阳哥来说呢 算道庄稍微牵强一些 我们不如把它看作一种 特殊的强调句 讲到什么呢 强调让步状语从局中的 某一个词 咱们可能强调副词 强调形容词 强调动词 强调名词 这个都可以 相信大家都会了 仔细复习 这种现象 在后面文章中还会碰到 而且咱们记住 我再强调一下 像这种强调句 child as 类似这种强调句 就是as 放在背强调字后面 这个结构只用在书面中 只用在作文考试 口语中 几乎没有人这么说 因为这个表达 绝对只用在书面中 就好了 协作可以用 但口语不要用 回到剧中 我们说了 We are no longer free to choose the things we want 我们已经不再能自由地选择 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这个自由地做模式 用的小习语是 be free to do something 随意地 自由地去做模式 be free to do 我们家动词不定识 特别简单 You are free to choose the things you want 你可以随意地 选择你想要的东西 you want还是定义从句 就是这个things be free to do 叫自由地 随意地去做 没有人限制 没有制度规定 在约束你 自由地做模式 有的时候 你可以干脆用 副词freely 表示类似的含义 也行 同样的 句子可以说 you can choose the things you want freely 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想要的东西 没有人干涉 就好了 这两个可以同时记住 同根子 但是还可以用它的另外一个类似的表达 这个单词变一变 叫be at liberty to do something 特别好记 liberty本身不也是自由的意思吗 也是可以表示随意地去做模式 be at liberty to do 随意地自由去做模式 没有人干预干涉 你看you are at liberty to choose the things you want 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想要的东西 你注意这三个表达可以替换 be free to do 用副词freely 还有be at liberty to do 都可以 这几个结构 建议大家牢牢记住 自由地不受约束的去做模式 再回到这句话中 最后依然是斗号for引导一个原因壮于总局 为什么呢 因为advertising 我再次强调一遍 advertisement叫广告是可数的 在第一句话中出现了 但advertising广告宣传 这个词是不可数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dvertising advertising 广告宣传 对我们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exert加on settle 就微妙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施加了微妙的影响 好 下面开始他就描述了 是如何施加了这么一个微妙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